Hello大家好,又是我,业余漫威迷巴特曼 相信跟我一样平时不爱看漫画的同学呢 可能在第一次听说银河护卫队要拍电影的时候 都不知道银河护卫队是个什么东西啊 反正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的时候 还以为是《圣斗士》出续集了 现在银河护卫队已经拍了两部了 马上里边的主人公呢 又要出现在即将上映的大片《复联3无限战争》里边 银河护卫队的电影拍得好不好看先不说啊 我头一次在屏幕上见到Gamora的时候呢一惊 哎呦我操,绿巨人怎么还有女的 后来对于银河护卫队的设定了解多了 慢慢知道了Gamora实际上是灭霸收养的女儿 绅士呢也挺惨的 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灭了足 然后呢又被个紫色的光头给收养了 从小被训练到大 当过刺客被通缉过 最后呢还遇到了一帮弱智 真的还是挺惨的 但是越了解Gamora的绅士背景啊 我最初的印象呢就越是挥之不去 一直就想啊 既然这个Gamora是被收养的 那他真正的爸爸会不会是浩克呢 可能也是因为我没看过漫画 了解的剧情不多 所以脑子里边呢也没有那么多的桎梏 容易胡思乱想啊 正如陈独秀的一位友人曾经说过的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于是我决定严肃的探球考据一番 看看能不能找到证据啊 证明Gamora的爸爸就是浩克啊 于是呢就又有了这一期的严肃考据节目 首先啊我假设Gamora的爸爸其实是浩克 有没有最最根基的遗传学技术 当然有 大家看 我把这两幅合照放在一起啊 找一个既没看过漫威漫画 又没看过漫威电影的人 你问他 这两幅图里边哪一对才是爷儿俩 答案显而易见嘛 先不说这个啊 这两幅图呢至少证明了 一个呢是灭霸跟Gamora不像 这个呢毕竟是收养的嘛 还有呢就是Gamora跟浩克很像嘛 是不是 都是两条胳膊两条腿 一个鼻子一张嘴 最关键的呢还都有头发 这至少就没有否定他们是妇女的可能性啊 当然如果你有一个可以随意变形 能够干天干地干空气的老爸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 从外形上Gamora和浩克十分相似 都是绿色的皮肤 没有什么幺蛾子 诶 这至少呢是证明我们论点的一个好的开端 有了生物学基础 我们还要再提一系列Gamora是浩克女儿 这个假设成立要满足的先决条件 首先 浩克究竟能不能生猴子 或者说有没有生猴子的能力啊 其次 有没有妹子愿意给浩克生猴子 我们都知道浩克给我们的印象呢 一直就是傻大粗啊 只会说俩词 一个是Hawk 一个是Smash 会有妹子喜欢浩克吗 还有最后一点 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算有妹子心甘情愿地给浩克生猴子 他能禁得住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啊 我们都知道Bruce Banner呢 是因为受到了干嘛射线辐射 才变成了绿巨人 干嘛射线是核辐射的一种 像Bruce遭受的这种核辐射剂量呢 已经可以算是核辐射污染级别的啊 一般受到过核辐射污染的人呢 都是会丧失生育能力的 所以这点对于证明我们的猜想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我跟很多同学一样 没有看过漫画嘛 所以第一个想到的呢 就是去电影里边寻找线索 但是漫威的电影呢 都是全年灵象的 想要找到关于这个话题的蛛丝马迹 好像不是很容易啊 最后呢还是要感谢雷神 舍己为人 牺牲了自己的双眼 至少侧面印证了 浩克的作案工具还是有的 但究竟是真枪还是假枪呢 我又在网上搜了搜 搜到了一部漫画 叫《浩克星球》 这部漫画呢 还被改编成了动画电影 《浩克星球》这部漫画 大体讲的就是 因为浩克的力量实在是过于强大 而且难以控制 光照会呢 决定通过重动啊 把浩克流放到其他星系的故事 最终阴差阳错 浩克呢 并没有抵达预定的荒芜人烟的星球 而是坠落在了一个叫 Sagar的星球上面 这个星球呢 被一个叫Red King的暴君统治 然后呢 浩克就是老套路的结交了一堆朋友 一通乱锤 最终呢 推翻了暴政 成为了新的Green King的故事 不仅如此 我们关心的点来了 最后呢 浩克还跟Red King的副官卡莱拉好上了 提一句啊 这个副官呢 是个女的 浩克跟卡莱拉好上了 而且后来呢 卡莱拉还怀孕了 看来不同种族之间 还没有发生生殖隔离啊 我天呐 一下我们之前的三个前提呢 就全都满足了 一呢 是浩克有能力生猴子 二呢 是有妹子愿意给他生猴子 三呢 是妹子还 还 还禁住了 所以说呢 这个孩子就是Gamora吗 并不是 在故事最后呢 浩克所搭乘的太空船自爆了 巨大的爆炸 毁掉了整座城市 卡莱拉也在爆炸中不致身亡 盛怒之下的浩克 决定返回地球 找他们算账了 哎 好像我们马上就找到答案了 但是一下呢 又没了头绪 很可惜啊 没关系 如果浩克这条线 找不出什么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试试另外一条线 Gamora 一提到Gamora 我首先想到的 就是先确定他的年龄啊 因为如果他们是妇女的话呢 至少年龄差 应该多多少少 符合我们正常人的预期吧 但可惜的是啊 我在哪都没有查到 Gamora的具体出生日期啊 说好听了呢 是因为Gamora 出生在另外一个宇宙的 另一个星球 同时呢 又是灭霸穿越时空 穿越平行宇宙 带回来的 漫威觉得呢 没有必要说生日啊 说不好听呢 估计漫威也不知道 该怎么计算他的生日了 这里呢 我们又得开头脑筋 寻找线索了 没法从正面证实 就只能从侧面找突破了 有什么办法呢 对了 他跟星爵搞对象啊 星爵这么好色 估计至少也得找个 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吧 但是星爵的生日 也是乱七八糟啊 一会儿60后 一会儿80后 一会儿年轻了 一会儿又老了的 漫威呢 也是想改就改 也是醉了 在Guardians 3000 这部漫画里边 星爵是1985年生的 那么我们就以这一年为主吧 假设Gamora比星爵小几岁 那Gamora按照地球利益来说呢 就差不多是90后了 而Bruce Banner的生日呢 是1969年12月18号 和Gamora相差了20多岁啊 诶 对上了 我们再来看看Gamora的背景啊 Gamora的种族呢 实际上是叫Zen Warbury 或者叫Zen Hubris 我也不知道这词该怎么念啊 虽然是不同的种族 但是我们从浩克星球呢 也知道了 浩克跟不同种族之间 是没有生殖隔离的 当然你非说浩克 只是跟卡莱拉的种族 没有生殖隔离啊 其实也对 但这跟浩克 与Zen Warburris种族之间 也没有生殖隔离不违背啊 Zen Hubris呢 是一种类人形的 爱好和平的种族 居住在名叫Zen Warbury的星球上 但是根据设定啊 这个星球呢 并不在我们的宇宙 Earth 616里边 而是在平行宇宙 Earth 7528里边啊 7528这个数字真的啊 一听了就是作者乱编的 所以说灭霸 是在Zen Warburris种族 被灭族了之后啊 穿越了平行宇宙 把格莫拉呢 带回了我们所在的宇宙中 那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宇宙里边 浩克被放逐之后呢 来到的就是这个Zen Warburris的星球 生下了格莫拉 然后被灭族了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 也符合大家 对于平行宇宙概念的基本猜测 既同一件事情 在平行宇宙中 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么在这个Earth 7528宇宙里边 浩克所经历的事情啊 就是被流放后 来到了Zen Warburris的星球 而不是Earth 616里边的Sakar 最后的结局呢 就是浩克死了 而他的孩子没有死 被灭霸带回了我们的宇宙中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格莫拉应该是在近现代才出生的啊 因为浩克是在有了复仇者联盟之后 才被流放的嘛 怎么会已经长这么大了呢 原来漫画里边的设定是 灭霸实际上是穿越到了 20年之后的平行宇宙中 救回了格莫拉 然后回到了我们现在的时间线上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在所有故事的起点 灭霸穿越到了20年之后 把浩克未来在别的星球上 生的孩子带回了现在 所以经过了20多年后 也就是在现在的时间点上 浩克才会和已经长大的格莫拉相遇 正好时间也对上了 但究竟在平行宇宙中 是不是另外一个浩克 来到了Zim Warbridge星球 剩下的格莫拉呢 估计连漫威的作者们都不知道吧 我自己的话呢 也只能勉强相信一把 相信平行宇宙中的格莫拉的爸爸 就是浩克 然后格莫拉被灭霸带回到了 我们的宇宙中 说到这儿 可能很多同学都听不下去了 其实呢 我也真的编不下去了 倒不是说这些考剧都是编的 只是我也明白 我的这个假设呢 实在有点太天马行空不着编辑了 而且在考证的过程中啊 一会儿抓一把漫画宇宙中的证据 一会儿抓一把电影宇宙中的证据啊 东拼西凑的 像极的瞎子摸像 摸了半天呢 可能只是得到了一个 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而已啊 不过没有关系 本来呢就是因为好奇啊 才想着证明一下这个结论啊 我呢也基本上明白 所有的证据都站不住脚 说白了呢就是没有实锤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这么求证一把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挺有意思的 希望看过这期节目之后呢 你也会觉得这期节目很有意思就好啊 还有一个多月 复联3呢就要在国内上映了 估计这两个绿色皮肤的家伙 也有机会在电影中第一次碰面吧 我真的挺好奇的 当这两个绿色皮肤的家伙 第一次看到对方的时候 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来 感觉我的关注点还挺奇怪的 万一他们不是妇女而是兄妹呢 不扯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呢 我也推荐你上期的严肃考剧节目 在上期节目里啊 我试着考剧《无限战争》电影里边 钢铁侠呢 究竟穿的是什么装甲 也许里边的论点和论剧你都见过了 但我的论证过程保证你没有见过 如果你看完上期节目没有哈哈笑出来的话 你告诉我 我哈哈给你笑一个 好了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新郎微博 我是巴特曼 我们下期严肃考剧再见了 拜拜